有着令人恐怖的进球效率 但这样的进球率并没有体现在阿根廷队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中 梅西的射门次数不少 但进球却迟迟没有到来 无奈的情绪就写在阿根廷人的脸上 尽管阿根廷队取得胜利 但梅西却度过了郁闷的90分钟 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之前 球员通道内 马拉多纳用这样的方式为每一位爱将加油骨气 1986年世界杯 韩国人像砍伐大树一样频频产翻马拉多纳 24年后梅西也遭受到了韩国人同样凶狠的防守 在这场比赛里 阿根廷的前场任意球几乎全部交由梅西主发 在不断的尝试之后 梅西的一次任意球传中终于制造了杀机 韩国球员朴舅勇不胜将球碰进自家球门 对韩国人来说这是噩梦般的开局 但对阿根廷人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 以瓜音的投球为阿根廷队扩大领先优势 但随后 德米凯利斯的低级失误回送了韩国队一份大礼 李青龙抓住机会扳回一球 韩国人又看到了希望 时间进入下半场 以瓜音成为了比赛的主角 阿根廷队打出了世界杯开始以来最精彩的45分钟比赛 以瓜音再入两球 上演了本届世界杯赛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 连胜两场 阿根廷基本锁定了16强席位 马拉多纳在轻松的训练氛围中大秀任一球脚法 围绕阿根廷主帅马拉多纳的一切新闻 甚至成为了比世界杯比赛本身更热的话题 马拉多纳在1994年世界杯上 曾经面对希腊策动了一次精彩绝伦的团队配合 16年后老马再遇希腊 希腊同样拥有一位传奇教练雷哈格尔 和马拉多纳不同 雷哈格尔的知名度 源于他亲手缔造的凯泽斯劳腾神话和希腊神话 在出现一场定局的比赛中 梅西仍然首发出场 马大帅很清楚 梅西需要的不是休整 而是进球 但此时 进球就像魔咒一样 困扰着梅西 无论他怎样努力地表现 脚下的皮球就是和对方的球门无缘 对于希腊队来说 只有战胜阿根廷才有出现的希望 他们的铁桶阵 在围困了阿根廷人77分钟之后 终于在一次脚球中被打破了 德米凯利斯的进球 让希腊人陷入绝望 在巨星云集的阿根廷人面前 要想再度书写神话 难度 可想而知